在明朝时期爆发了一场静难之意 这次事件导致朱元璋的嫡系统治权力丧失 被朱棣夺走 然而在这背后却有一位和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人便是姚广孝 他虽心怀佛法 却展现出强硬手段 因此被戏称为黑衣在相 姚广孝是如何从一名和尚变成朱棣的亲信呢 他是如何在幕后为朱棣出谋划策 最终助其登上皇位的呢 朱棣对这位帮助他登上皇位的功臣 在他重病时也给予周到照料 关于遗言 老和尚却说 请原谅我的死敌普家 那么普家究竟是何人 为何姚广孝的遗言只提及他 姚广孝生于医学世家 姚家在当地颇有声望 然而家运并不顺利 家长们期待姚广孝结果家族失业 然而姚广孝并不愿意 他不满足于 仅仅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因此将家族重担交给了兄长 他在十四岁时 选择替发出家 皈依佛门 然而姚广孝并非安分守己 也并非真心向佛 起初 他学习天台 密教等 后来又转向禅宗 在探索佛学的同时 他也涉猎道教 儒教经典 年轻时 姚广孝曾师从著名道士 应征学习阴阳术 此外 他与宋连 高企等人交往 经常聚在一起 讨论儒家学说 因此 姚广孝并非单纯的虔诚佛教徒 而是将儒师道三家学说 融会贯通 相较于普通人 姚广孝的准备更加周密 他一直等待实际的到来 一旦实际成熟 他就能实现伟大的成就 早年间 姚广孝在松山寺 遇到一场大雪 当时有一位相识名叫袁拱 看到姚广孝的相貌后说道 哪有僧人长得这般奇异 眼眶成三角形 体态犹如病虎 生来就喜欢杀戮 与刘炳忠相似 那么 刘炳忠是何样的人呢 刘炳忠是南宋 末年一位僧人 法浩子聪 尽管是僧侣 但他极其聪明 甚至获得了原始祖乎碧烈的家具 刘炳忠备受器重 他为忽碧烈出谋划策 协助忽碧烈灭亡南宋 最终他驻忽碧烈登上皇位 自己也还俗成为宰相 刘炳忠对统一中原的贡献卓越 被视为元朝的缔造功臣 然而 在民间 刘炳忠声誉平平 若将姚广孝比作刘炳忠 姚广孝将倍感欣慰 姚广孝并未生气 反而以刘炳忠为楷模 希望成为像刘炳忠那样的人 辅助一位睿智君主 建立新的王朝 在洪武中期 朱元璋颁布命令 要求通晓如学经典的僧人 参加礼部考试 姚广孝也希望通过此机会得到官职 但他的想法与朝廷考核内容不太匹配 尽管最终未能获得官职 朱元璋却赏赐他一件袈裟 红55年 高皇后辞使 明太祖选拔一些高僧 去侍奉各位亲王 为亲王们诵经祈福 在此时经有人推荐 姚广孝结识了燕王朱棣 二人相谈甚欢 随着朱棣前往北平 姚广孝被安排在庆树寺担任主持一职 当时并非仅仅因为两人聊的投机 朱棣就让他留下 这种情况并不太可能 而实际上 姚广孝之所以被留在朱棣身边 是因为他对朱棣说了一句话 如果大王让我在您身旁侍奉 我将献上一顶白色帽子 姚广孝这番话的寓意是 若我能随您而行 必能助您登上皇位 当时朱棣已是燕王 在王位之上 加上一顶白色帽子 不就成了皇位吗 这便意味着皇帝之位 姚广孝的言论 无论谁听了 都会感到匪夷所思 因为当时朱元璋 已经立了太子朱镖 朱棣不可能继承皇位 尽管朱棣心怀野心 明白前景渺茫 他还是选择留住姚广孝 后来朱镖意外去世 导致皇位出现混乱 但朱元璋很快将太子之位 传给了皇孙朱云文 正值此时 姚广孝迎来机遇 静难之意也随之发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为巩固自身势力 确保子孙能够继续统治 供奉25名宗室成员为藩王 让他们驻守各地 这些藩王在各自领地内 虽无实际权力 但拥有护卫队 队伍规模在3000至19000人间 九名鞭王驻扎在北方边境地区 燕王同样在其中 他们掌握相当大的军权 朱镖太子早逝 皇存朱允文继位后 藩王们不免心生他想 按照辈分来看 朱允文是这些藩王的侄子 当他坐上皇位时 心中也许生出些许皇孔 为何 因为他的势力远远不及藩王 这对他的皇位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在那个时候 藩王们开始感到自己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姚广孝悄悄地建议朱棣 兴兵造反 朱棣提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民心都倾向于朝廷 我们如何行动呢 朱棣的问题没有直接回答 姚广孝反而说道 我认为这是天意 民心又有何值得在意的 这番话如同给朱棣灌输了信心 如果能让朱棣安心新兵 就相当于向他表示 新兵必将成功 登上皇位的希望十分可期 这必然会大大增加朱棣的信心 因此 朱棣决定新兵 发动了静难之意 朱棣在外部策划着 招揽武将新兵的计划 而姚广孝作为朱棣的谋士 则在燕王府内帮助朱棣训练军队制造武器 为了不被有心人听到 他们在院子里养了许多家禽 利用他们的叫声掩盖制造武器的声音 在和时的时机 朱棣率军新兵 发动了静难之意 尽管姚广孝并未亲自上阵 但他在幕后的努力和策划 绝对不可忽视 毫不夸张地说 朱棣能够登上皇位 姚广孝功不可没 朱棣登基后 人们原以为姚广孝 朱棣会像刘炳中那样还俗 成为宰府大臣 协助皇帝治理国家 但姚广孝却并未选择这条路 朱棣曾经劝他还俗 甚至赐给他一个俗名 朱棣不仅为他安排了住所 还赐予他许多美女 然而 当时的姚广孝已尽期许 对城市已看得很透 对这些物质享受毫不在意 姚广孝拒绝了朱棣的一切安排 仍然选择留在寺庙里 只保留着太子少师的虚显 每次上朝时 他穿上官服 参与朝廷仪式 下朝后又换上僧袍 一直到1418年 姚广孝已经83岁高龄 步入暮年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 朱棣前来探望 询问他是否有什么遗愿 姚广孝回答说 请宽恕我的死敌普家 普家曾使朱棣发动静南之一事 帮助朱允文逃脱的僧人 虽然朱允文后来失踪 但普家却被捕并关押了16年 经历了残酷的刑讯 却从未泄露有关朱允文的任何信息 尽管朱棣竭尽全力 仍未能找到朱允文 出人意料的是 姚广孝的遗愿 竟然是请求朱棣释放普家 朱棣看着这位帮助他夺取天下的重要功臣 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普家和姚广孝虽然是政治对手 但他们各自为主选择的道路不同 在权谋之中 成功者必然会有失败者沦为囚徒 然而姚广孝的人生轨迹 着实不同寻常 最终功成名就 且安然无恙 谱写了一段美好结局 然而姚广孝的人生轨迹 着实不同寻常 最终功成名就 且安然无恙 谱写了一段美好结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